根据房利美的报告 美国住房市场情绪指数非常接近历史最低水平 房利美在上周五发布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是关于目前全美购房情绪指数 简称HPSI 这份情绪指数在9月份下降了1.2个百分点 目前来到60.8 这个指数的水平是非常接近于2011年9月以来 历史的最低水平 报告指出 在日益严重的负担能力限制的情况下 这是住房市场连续第七个月下降 接受调查的消费者 预期在接下来的12个月中 抵押贷款利率会继续走高 顺便说一下 目前的平均利率实际上是超过7% 也就是自2020年5月以来 首次有更多的受房者预测 房价会下跌 只有19%的消费者表示 现在是买房的好时机 与此同时 有59%的人认为 现在是卖房的好时机 房利美的高级副总裁 Duck Duncan说 这是自2011年10月以来 情绪指数的最低点 其中多数的消费者认为 明年的房价将是下降 而不是上涨 这种情绪的转变 最近只发生过两次 一次是在2011年 另一次是在2020年 疫情大流行开始之初 调查中有超过75%的消费者认为 现在不是买房的好时机 其中大多数人认为 主要原因是房价太高 经济情况不好 和抵押贷款利率要求太高 Duck Duncan说 只要房源的数量有限 而且对于负担能力的压力 继续通过房价上涨 和抵押贷款利率上涨 来限制潜在的购房者 他们预计 房屋销售将保持低迷 他的这个说法 相信很多人会同意 本来高房价就已经将 很多的买家挤出房地产市场 现在利率又在不停地上涨 导致更多的买家不符合购物条件 势必会减少房屋销售数量 当然市场也会继续低迷下去 近期的最低购房情绪指数 是在2022年5月 也就是今年的5月创下的 当时只有17%的人有意愿购房 如果我们回看一年前 2021年9月 这个购房情绪指数显示 是有28%的消费者认为 当时是购房的好时机 如果回看两年的记录 也就是2020年9月 当时还有54%的消费者 认为是购房的好时机 而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的 2019年9月 购房情绪指数显示 大约有59%的人 认为当时是买房的好时机 根据Mortgage News Daily的记录 截止到2022年10月11号为止 一个心意良好的贷款人 平坚30年的固定贷款利率是7.14 可以说是过去20年来的最高水平 也就是自从2002年以来 我们从未见过如此之高的利率 一年前利率是3.05 利率在12个月内上涨了4个百分点 咱们再来看自1971年以来 房利美在30多年里 30年固定贷款利率的趋势 从1971年截止到2022年10月11号 2021年8月的利率是2.84 到现在的利率是7.14 我们真的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利率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增长了这么多 上一次看到这个情况大概可以追溯到大约1980年代 1980年的8月平均30年固定利率为12.19 1981年的9月平均30年固定利率为18.16 也就是在一年两个月的时间内利率上涨了6个百分点 所以我们真的大概是将近40年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涨幅 利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增长的幅度这么大 所以一点也不奇怪 只有19%的人认为现在是买房的好时机 而有75%的人认为现在绝对不应该买房 因为贷款利率比一年前增高了4% 也就意味着同样的一栋房子买家现在可以负担的能力比前一年少了大概40% 比如去年在2021年8月 房屋价格的中值为361,500美金 如果一个人在去年10月份买了一栋中间价位的房子 按当时30年固定贷款利率是3.05%来算 付投款20% 然后全国平均地税是1.2% 房屋保险按它这个系统里给出的全国平均每年费用是1500美金 我们可以算出来每个月的还款额是1227.09 加上每个月的地税361.5 再加上每个月的保险费用125美金 每个月一共要付出1713.59 现在咱们看目前房屋价格的中值是389,500美金 30年固定贷款利率为7.14 付20%投款 全国平均地税是1.2% 房屋保险按全国平均每年1500来算 我们可以算出来每月还贷款2102.46美金 每月地税389.5 再加上每个月的保险125 这样每个月的房子上的基本开销是2616.96美金 同时买一栋中间价位的房子跟一年前相比 房主要每个月增加900美金的负担 就相当于跟一年前相比增加了50%的财务负担 但很多人的收入在这一年里并没有增加50% 现在房价的涨幅已经远远超过了工资的增长 从这里我们也不能推测出来 很多的美国民众是缺乏住房负担能力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房地产市场增长放缓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而且我们也要看到 卖家的卖房意愿与之前相比也在下降 根据这份HPSI报告指出 大约59%的人说现在是出售房子的好时机 只有33%的人认为现在不是卖房的好时机 看上去是多数人同意现在是个卖房的好时候 但与一年前相比 2021年9月有74%的人认为是出售房子的好时机 现在比去年少了15%的人 这其中有经济放缓的原因 也有抵押贷款利率上升的原因 也有房地产市场增长后续乏力的因素 由于这些原因 很多房主就没有动力出售自己的房屋 房利美的这项调查还咨询了 受房者对未来12个月的房价预期 大概32%的人认为 未来12个月房价会上涨 35%的人认为 未来12个月房价会下跌 28%的人认为房价保持不变 对于未来12个月抵押贷款利率的 涨跌的预测 大概9%的人认为会下降 那64%的人认为会上升 20%的人认为会维持现状 现在再来回顾一下 住房市场情绪指数 提供的关于消费者 对于目前买卖房子的认知 目前只有19%的消费者认为 现在是买房的好时机 但在三年前2019年的9月 当时有59%的消费者认为 是适合买房的 三年内认为当下是买房好时机的消费者 就从59%变成了19% 而对于认为现在是卖房好时机的比例 消费者们是从2019年的67% 变成了现在三年之后的59% 对于认为房价还会继续上涨的消费者 是从2019年的43%变成了现在的32% 对于认为未来12个月房价会下跌的消费者 是从2019年的14%上升到了现在的35% 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对于未来12个月的房价 35%的人认为是下跌 32%的人认为会上涨 认为明年抵押贷款利率会继续上涨的消费者有64% 而三年前这个数字是38% 认为明年抵押贷款利率会下跌的消费者有9% 而三年前2019年是有38%的人认为贷款利率会下跌 所有的这些数据都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美国的消费者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前景 信心却跌到了近几十年的历史新低点 房地产未来会下跌多少 下跌的幅度只是修正市场中的溢价 还是会深度下跌到整个市场崩溃 跌幅最深的地区在哪里 拥有好的现金有的房产在哪里 下跌时哪些地区有简陋的机会 欢迎您关注本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我们会为您做持续的报道 看起来 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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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位置